好 另外一方面为了方便让流感的病患 可以在假日到医院去看病 从这个周末开始 全台有将近40家的医疗院所 都设有类流感的假日门诊 所以民众一旦假日生病的话 再也不用往急针跑了 虽然是温度升高 阳光普照的好天气 不过流感病毒似乎还是蠢蠢欲动 不少民众照样出现发烧 咳嗽 喉咙痛 或是全身酸痛等类流感症状 从这个周末开始 有这些症状的民众看医生更方便了 全台将近40家中大型医院 开立了类流感的假日门诊 让病患可以快速挂号看病 不过比起之前的流行高峰 这周末才开办的假日门诊 来就医的民众人数并不多 台北的万芳医院一早才十个病人看诊 有的人还是先前得了流感拖很久还没好 才又来到医院报到的 但反而感觉流感的病不是那么容易好 看类流感的病患人数明显不多 似乎应验了前疾管局局长苏毅仁的批评 开这些门诊开太晚了 恐怕没病人来看 政府的应变未免也太慢了 不过就算流感的流行趋缓 医生还是提醒民众 这个季节天气变化很大 不能掉以轻心 如果出现了相关症状 也呼吁要尽快就医 记者林金白秋福财台北报道 明星刀发什么 感谢大家